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基隆女孩的暑假 黑暗之光 这部电影是K星人 杂了鸭推荐的 么么哒 暑假放学 康宜从台北回基隆两天 人还是懒懒的 不是蹲雨缸旁斗乌龟 就是在窗台前 花乌龟 偶尾也梳梳妆 戴上漂亮假发 家里还是老样子 潮湿 昏暗 粗糙 来按摩店的客人 进进出出 一到饭点 全家人不要忙活起来 今天 爸爸和阿姨带着礼物 从新加坡回来了 爸爸和阿姨都是盲人 爸爸的眼睛是很久以前的 一场车祸弄坏的 康宜的妈妈也是那时去世 后来爸爸学了 现在爱唱歌的阿姨 并在家里开了一家 盲人按摩店 康宜虽然总是阿姨阿姨的叫着 但心里并不抵触对方 弟弟阿姨患有轻微弱智 经常说一些令人发笑的话 姐姐 你可不可以让我干日记啊 不可以 可不可以让我偷偷地干日记啊 偷偷干啊跟我讲 姐姐戴假发 阿姨也要戴 嘴上说姐姐要多休息 但一想吃冰 就非要姐姐陪自己换宝特瓶 阿姨经常缠得康宜不耐烦 确实家里最维护康宜的人 样子不太聪明 但心地最是善良 加上喜欢咬着一把魁扇 不是看爆就是上香的阿公 康宜一家变齐了 剩下的都是按摩师傅 因着相似的处境 爸爸对按摩师傅们都很好 经常招呼他们在家吃饭 出去玩也不忘带礼物 店里不忙时 大家会组织逛街市 阿姨做向导 爸爸手搭在康宜的肩膀上 后面依次排成小长龙 阿公摇着扇子垫后 康宜一边带着 一边解释左右什么风景 一行人高高兴兴 难得的切意放松 康宜的日子 就这么被零岁的事情填满 大家觉得时间多得 不知怎么打发 17岁的躁动与活泛 显得有些无处安放 直到这天 他坐在门口 有一搭没一搭和阿姨说着话 一个替着板蒜头的年轻男生 背着大大的包裹走了过来 男生走了 康宜的目光一路追随 心中满是好奇 再见到男生是几天后了 他正扶着这楼里 最出名的酒鬼陈鸣 从跟前走过 康宜被说了也只是笑笑 对酒鬼没什么好计较的 板官成名一路骂骂咧咧 男生却始终不发一言 直默默扶他回家 第三次打照面 康宜终于和男生说上了话 这次是外号叫大哥的 带着男生上家里来了 大哥是在黑道中 排了账号的人物 人看起来虽凶狠 却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十几年前爸爸出车祸 瞎了眼睛 没了老婆 整个人腿都不行 是大哥鼓励他 并支助他一笔钱 开了按摩院 爸爸才慢慢走出低谷 这样的恩情 对康宜家来说太大 每次大哥造访 全家必得好好招待 大哥说男生是他 新代的小弟 叫阿平 比康宜一大一岁 阿平的父亲是外省人 他自己从小在花莲长大 不会讲台语 二十年前 大哥还在当兵 因为身上有刺青 与阿平父亲场仗不合 后来一丝演习 大哥受伤了 是阿平父亲背着他 跑了三个小时的山路 送了医院 此后 俩人感情变得特别好 后来阿平父亲回大陆 在台湾独世校的阿平 变得叛逆 最后被迫退学 这才跟了大哥 大哥坚固生意之余 喜欢玩鸽子 他跟阿平说 想赚大钱 就要学冲在最前头的鸽子 齐心合力 脚步向前一直冲 才能抢到吸头水 大哥把阿平当成半个儿子在教 可是阿平的年轻气盛 也时常让他有心无力 前段时间 因为刑警组长一句 你爸爸怎么教你的 这小子就跟对方刚起来了 组长黑到白到通吃 冲阿平就跟捏死马蚁一样容易 后来还是大哥 请黑道大姐出面调解 组长再放他一马 跟大哥比 陈明对阿平的看法就比较纯粹了 几乎是嫌弃 小小年纪 出来抓到 又不会说台语 在那装什么装 但爱于大哥与阿平父亲的交情 陈明暂且容忍下来 就当小孩不懂事 可是阿平也有自己的想法 出来基隆港 他想好好混 也想出人头地 他听从大哥的差遣 每天要锻炼身体 他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也从来不会一直耳耳别人 可现实好像 连这样的他也容不下 没事的时候 阿平会跑到海边 拿布棒打石头 就像玩棒球那样 以前在花莲 他就住在海边 经常用这种办法 逗母亲开心 还是要把天上的星星 打下来给他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阿平已经睡觉没多久 他就生病死了 他生依旧 却只有一个寂寞的身影 那寂寞的背后 分母亲是在思念 失去了母亲 还是期待远方的父亲 这天 阿平又朝康义陪他倒垃圾 康义一边下楼 一边说他烦 竟在楼道里遇到了阿平 他和成名的儿子阿远 在清理酒后突兀 阿平哥哥 那个姐姐喜欢你啊 爱你啊 播一个啦 对阿平哥 今天开始有找过 不买 不买鸡 明明有还是没有 两个寿小孩 已经不是第一次卖康义了 阿姬看了康义的日记 一见阿平 便哥哥白白问他 姐姐给你做女朋友 好不好 而阿远发现阿姬 要是在阿平哥哥房间写作业 康义姐就会主动着阿姬吃饭后 料言料到了 好不容易遇见阿平 康义抓住机会 请他陪自己逛夜市 他们逛逝了一路 登上了基隆最好的天桥 各自说着以前的生活 两人都拖赖着 都没走 默默望着夜幕 直到晨光浮晓 就像两株 会合在一起的藤草 想要突破灌木的围堵 一堵顶端 最明媚的阳光 康义放了台北同学的鸽子 让阿平再陪她做一件事 他们上了一艘舶船 康义心心气好 她想唤醒雀跃 还要不能过于表露 于是她站在船尾 面向阿平 直直往后倒入水面 海水危险 一种青涩 而微甜的感情 被海风吹了出来 回去的时候 康义拍了拍阿平 往她的脸颊 留下一吻 阿平愣住 这种反应 让康义不大满意 她转身要走 却被阿平抓住了 试探得到了回应 初恋 在昏暗的楼道里 开出了花 回去后 阿基漏嘴 说了谈一爱的事 康义爱爸爸 骂了好久 爸爸自舒适后 脾气火爆了许多 阿基见不得姐姐被骂 盛了满满一碗饭给爸爸 康义没有灰嘴 也不觉得委屈 他知道 爸爸不是针对自己 他只是苦闷 晚上家里停电 大人忙着找蜡烛点火 康义不急不忙 坐在窗前 他看见楼下的阿平 想象自己跑过去 与他亲到一起 阿基啊 你的电话 阿灵 阿灵 你去吃米 阿灵 失失一待的混混 自认是康义的男朋友 但其实 他们只是 国中同学而已 康义回家后 阿灵经常打电话过来 康义对他 向来是不理不睬的 但阿灵 就是不死心 康义这次决心 跟他划清界限 可是却把麻烦 带向了阿平 阿灵认定阿平 抢他马子了 而他背后的势力 是组长 这下 旧仇刚叙 又添幸恨 臣名显示头大 大概要他带阿平 可实际上 他就是个 帮擦屁股的 看着我 不要每次我跟你讲话 你就弄苦包了 你背着我 好不好 阿平又跑到海边 一遍遍地击打石头 独自翻转着 内心的酸鼠 海浪拍打不休 突然触不到 未来的形状 不知道为什么 这天爸爸 突然对康义说 想去台北走走 你明天在北 我去哪儿 我很想要去 他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条地下道 爸爸想听听这里的声音 很久没听了 以前 他和抗议的妈妈上下班 总是走这条路 地下道里 渗漏的水声 纹路不变的墙壁 触感 声响和味道 一点都没变 父女俩回到家后 被阿公熟络了好一会儿 爸爸最近的脸色 越来越差 真不应该四处乱跑的 阿公还说 阿姬被阿玲找去篮球场了 阿玲对阿姬一向友好 阿公并不认为 此事有什么不妥 康义一听这话 却紧铃抱坐 担心阿玲 是不是要欺负阿姬 他跟阿玲又吵了起来 非要阿玲把阿姬叫出来 阿玲的马仔 记恨上次被迫胡椒粉 当即就要教训康义 康义的衣服被扯乱了 后来是阿玲 终止了这场争斗 她并非脸像喜遇 只是觉得 康义被这样乱搞 自己面子都没了 其实 阿姬不在阿玲那里 她去别的地方玩了 康义之所以会这么担心 因为自从上次 和阿玲闹了之后 她就没见到阿平了 她心下觉得 和阿玲有关 但又没有证据 这次见阿姬不在 她一下子就慌了 而阿平确实也出事了 那天 她跟着陈明 的确是诚心诚意要道歉的 可是阿玲并不买账 一场乱斗中 阿平被刺撞了脖子 还没有什么未来了 18岁的生命 就这么静静又不甘的 一摸在基隆 最昏暗的夜幕前 阿平的遗物 只有小部分机会给父亲 大部分都被胡乱处理了 康义把阿平 长穿的衣服捡回来 洗净 晾干 她也许明白了爸爸 为何旨意要去地下道 不久 爸爸也病倒了 医生说她的身体 已经无力再支撑 回天法术了 接踵而至的死亡 让康义感到胸口被重重压着 她快被压死了 中秀结到了 医家人又开始忙活晚饭 屋外 烟火琵琶作响 康义寻着声音来到窗前 呆呆看着漫天烟火 思绪又开始抱怨 这次爸爸从夏威夷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从花莲回来搭屏 爸爸说 他们是在楼下碰到的 就一起上来了 据说 随时的亲人 只不过是去 很远的地方旅行而已 你想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回来 他们确实回来了 在康义和阿基的心里 他们真的回来了 哈喽我是K猫 新一年的首会台词周历 正在热买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自己和他一份 好看又有温度的新年礼物 喜欢的K新人 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微信搜索 K新人店 把新年的期待带回家 我们下期再见